Hello,大家好,我是Terenc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什么呢? 订阅我的频道 OK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5个 在健身房里面常犯的这一个 错误 第一个错误呢 就是去健身房 热身的太久 那个不叫做热身,那个不叫BOMO 那个叫做Cardio 那个叫做有氧运动 我们哪个比方 就是说他去跑步 就跑步鸡啊,就是热身 但是 他跑得太久了,可能半小时 45分钟 那个是叫游泳移动 对一个比如说要挤重的一些朋友来说 就觉得是 非常不对的 因为 你就是说你排出太多的体力 当你在挤重的话 基本上 有两个坏处 第一,你的体力不够 你在挤重的时候,你不能focus 第二呢 当你的肌肉太累的时候 你去集中 你就会受伤 OK,我个人的建议呢 如果你要做这个大重量的这一个 呃,运动的话 我是建议你 不要超过可能10分钟的这个热身 就是说先做一个大重量的这个training 或者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 有氧运动 放成第二天 就是说不要在当天一起做 那你就没这么累 或者比如说 你还是要在当天一起做这一个 有氧跟这一个大重量的这个training的话呢 也可以 我建议就是说 你先做完这个大重量先 就是先举重啊 念你的那一个muscle先啊 然后过后 才做营养 我觉得 这样子可以更加好哦 第二个错误呢 就是 当你去健身的时候 完全没有热身 哪个比方 当我要深蹲 我要玩大腿 完全没有热身 一去 就拿着好重 非常危险 所以呢 我的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OK 比如说你要念大腿 你最少就是可能叫做 两个set 两个set可能是 交轻的啊 就要深蹲一下 让你这个肌肉协调先 让你这个气概 给它热一些热身先 然后才慢慢的加重 这个 一定要记得哦 这样子这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避免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肌肉受伤 还有就是说可以 增加我们这个肌肉的strength 第三个错误呢 就是 举得太重 什么时候 会举得太重呢 跟朋友 就是说 哇 今天一般朋友有三个 四个 所以我们深蹲 哇他可以50 哇60 他可以60 哇70 其实这个是非常错的 因为你要以自己的这个体力而去举重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去跟人家比赛 所以我在 我在健身的时候 很多人会跑过来问我 诶 Terence 你今天是来 呃就是说 Mickey Mouse training吗 其实 我的training 基本上 不会太重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个重要 适合你 还有 你要感受 你的肌肉有 那个感受度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在举的每一项 我们要focus focus 那个才最重要 对 重量呢 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肌肉 对 但是如果是 过量 过量的重量 对你个人 是一种伤害 第四个 就是 太长的休息时间 基本上我也会犯这个错误 休息时间太长 其实 你们有没有想过 休息时间太长 有两种坏处 第一 你会受伤 怎么会受伤呢 很简单 打个比喻 比如说 我们在举雅铃的时候 我们在举着20公斤 挤得好重的时候 那我们就 我们就放下 可能要来 来第3set 最后一set的时候 我们休息得太久 基本上我们的肌肉已经冷了 但是你再去 举回那个重量 你的master会承受不住 会拉伤 记得 这是很多人 不知道的 然后第2个呢 比如说你休息得太久 基本上 你的master 他也不会 也不会grow 为什么我们要 设好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休息一分钟 最长可能是在一两分钟 我们一定要开始第2个运动 如果超过的话 多过的话 基本上 这个workup 基本上也是 不对的 记得哦 不要玩手机哦 OK第5个呢 就是 没有workup的一个 plan 我相信你身边 一定有这样子的朋友 就是 他随风而去 随风而来 就来到健身房的时候 你问他 今天念什么啊 他不知道的 就是他看着 我朋友念 念胸我就念胸 念腿就念腿 念二头肌就念二头肌 拿的重量也一样 一样的重量 一样的wrap 一样的machine 不断的一直重复 重复 重复 基本上 是浪费时间 是 你的肌肉是不会progress的 是不会增肌的 是不会大的 所以记得 当我们去健身房 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们要念什么 又到了尾声啦 让我知道一下 这五种myshtap 你们有没有常犯 有常犯记得 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OK 好啦 如果你们选了这个视频 记得 给个点赞咯 两个都OK 好不好 然后呢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 给一个这样子的emoji 好不好 我们下期再见 Bye